近日美国海军出动斯坦尼斯号和林肯号核动力航母 浩浩荡荡地开进地中海 除了美军战舰外 英国出动了最新的四五行驱逐舰邓肯号 法国派出了朗格多克号驱逐舰 与西班牙海军的门德斯努内斯号护卫舰一道 加入美军航母战斗群 组成由130架战机 两艘航母 八艘驱护舰和9000名官兵构成的庞大舰队 据悉这是近三年来 美军首度在地中海部署双航母战斗群 编队中的林肯号航母 还搭载了刚刚形成作战能力的F35C隐形舰载战斗机 美国驻俄大使洪博培随后登上林肯号航母 并对俄强硬放话称 20万吨的航母在地中海巡航 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方式 如果俄罗斯希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就必须停止在全世界破坏稳定的行为 美军的这场武力展示 引发了俄罗斯强烈反弹 俄罗斯军方发布消息称 最新型的11356M型格里格 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 已经先期部署在地中海 该舰携带了口径巡航导弹 和DAT-53型 533毫米重型鱼雷 而黑海舰队的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 也紧急起航 前往地中海增援 该舰曾在这一地区成功发现 并追踪西方核潜艇 俄外交部也对洪博培的威胁回应称 有毛就有盾 我们有能力将美国驻俄大使 引以为豪的万吨巨兽 变成海底废铁 洪博培用这种腔调和俄罗斯说话 毫无意义 俄罗斯对美国大使的威胁 做出了强烈回应 美军的20万吨外交 能够吓到俄罗斯吗 庞老师 好的 我觉得这次美国人公开讲出 20万吨的外交这个话 而且是不是一般的人讲的 也不是一般的媒体讲的 我觉得这个真是美国人 一不小心把实话说了出来 他就是想通过航母 这种超强的军事打击的 这样一个编组 航母编队 这样一种实力的展示 说到底就是秀肌肉 就是为前一轮双方在黑海的 这样一个博弈或者对峙 我要压上更重的一个砝码吗 如果我们真是讲 今天就拉开了干 咱就打用这个常规武器 打常规战争的话 实话实说 在地中海这个相关的水域 俄罗斯面对美国双航母编队 可以讲没有多大的胜算 那问题是 俄罗斯会给你常规手段对抗吗 最近前两天 高调的下水 他那个新型的核潜艇 比尔格罗德号 那个波塞东那个东西的 就是他的载艇 我告诉你 我这个艇已经服役了 我可以带着波塞东那种 水下的核玉雷出去 水下的核玉雷 你探测得到吗 你难得了吗 难不了那好 咱俩在战略博弈这个问题上 核威慑这个问题上 谁也别拿谁不当回事